作为高材生的拉斐兹给人的印象就是精英知识分子 但是他却当上部长过后的一些经济政策人设崩塌 作为安华首席军师的拉斐兹用了什么方法 把安华扶上了首相宝座的位置 这集的特条我们就来聊聊安华的首席军师拉斐兹 身高大约1米67的小飞出生在登加楼的某一处小镇 他老爸是一名割交工人 小时候的小飞是个非常懂事的精神小伙 知道这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凭着重回灵活的头脑考进了江沙马来学院 哎还真的很巧啊 老安就是小飞的同校学长 那话说小飞本来是要当个飞机师 可惜的是这身高不达表 所以就没有办法当飞机师了嘛 但是小飞的成绩非常优越 政府就保送小飞到英国求学 在英国求学期间的小飞到处游山玩水 增广见闻 求学期间呢 也是有许多老屋党员要招收党员 那传闻说啊 招收党员可以拿到相当丰厚的佣金 但是小飞就是看不上老屋这老牌政党 果断拒绝了入党啊 那小飞只想当个普通人 对于政党事务没有兴趣 但是一场惊天动地的事件 彻底改变了小飞的想法 时间来到了1998年 还在上大山的小飞在电视上看到老安被老马按在地上摩擦 那老马对待老安的方式激活了小飞内心的争议感 话说当时候的伦敦大街发起了声援老安的示威 街道上的演讲感染了小飞 认为国家问题也会间接影响他个人生活 头脑一热就要参加声援活动 本来要参加声援活动的小飞 经过了一系列的思想斗争 决定还是好好学习 但是小飞心里暗暗发誓 将来回到大马有机会一定要参政 实现建设国家的梦想 毕业后的小飞回到了大马 凭着丰富的见识获得了许多大企业的青睐 高管总裁通通当过 实现了霸道总裁自由 迎娶白富美不是梦 那小飞的每个月的薪水 据说有大约2万到3万之间 生活过得非常富足 然而小飞却想起了少年时的梦想 想要参政来建设国家 就毅然辞去了高管总裁的位置 全心投入了政坛当中 正好没有人民的人民公正党 成为了小飞的入党首选 那公正党高层看到实力如此雄厚的小飞 加入了公正党 就大力栽培小飞成为党的核心管理层 那小飞也不负众望的在最短的时间内 成为了党内的核心领导人 这时候我们就要请出我们好久不见的政坛老屁股 啊不是 是政坛老油条 小敏啦 这位跟随老安一起创立公正党的小敏 看见了空降兵 小飞加入了公正党的核心领导层 心里很不是滋味啊 认为凭什么小飞没有经过9981难 就能加入核心团队 小敏就把小飞当成假想敌 处处针对小飞 那平时里的小打小闹还好 而一个突如其来的行动 彻底把两人的矛盾 拉开了帷幕 镜头来到了2014年 那大马国内的反风情绪非常炽热 那小飞和小敏双双都中选成为国会议员 当时候还是首相的吉吉 非常喜欢嘲笑老安是永远的下一任首相 那小飞作为老安的铁杆粉丝 受不了唧唧的嘲笑 那为了让大众对老安的执政能力有信息 小飞就建议老安坐上雪兰儿洲物大臣的位置 为日后的任相做好准备 小飞做好万分的准备和民调 在老安的默许下 那小飞就发动了改写大马历史的家影行动 家影行动的计划非常的简单粗暴 首先老安要竞选州议员 然后老安旗下的马仔推荐老安当州务大臣 然而这庸俗的计划难不倒唧唧 马上叫人捏造罪名给老安 让老安不能竞选州议员 小飞无奈之下 也只能请出旺姐姐来竞选州议员 幸运的是旺姐姐高票中选 家影州议员 小飞非常高兴 宵夜买沙爹终于有折扣了 第一步还算非常顺利 但是第二步就注定了家影行动的失败 当时候的雪州大臣 我们已过的老卡丽不满小飞 没有事先打招呼 就要求他推诿 就公开的向大众表示 他会做到借满才下台 诶 这里大家就有个疑问嘛 这个家影行动不是因为达成的共识 才发动的吗 怎么变成了老卡丽不愿意让路 给旺姐姐当大臣呢 这可能涉及到人的私心 这大臣首长位置 在大马可算是一方诸侯 手握大权之余 也可以和首相掰手指 人在高位已久 可能就会贪恋权位 可以理解老卡丽为何要等到 大臣任期届满才下台 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但是小飞和公正党高臣非常猴急 据说为了让老卡丽让路 给旺姐姐上台当大臣 公正党高臣就想办法挑老卡丽的毛病 像极乐想要分手 却不想担起责任的甘蔗男 老卡丽看到这情况 当然不愿意下台马 就立刻和公正党高臣撕逼 还办出了一系列的证据 证明他还是有人支持 但是历史都是非常戏剧的 正当老卡丽以为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他的马仔却和他翻脸 做什么事情都和老卡丽对着干 老卡丽见状就已经知道 是有人在背后搞的鬼 这一是谁搞的鬼 你懂的 那雪州行政因为马仔不工作 搞到一度瘫痪 老卡丽也知道自己BBQ了 就体面持去了雪州大臣的职位 而悬空出来的位置 让一个人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的前端 正当大家以为 旺姐姐可以顺利登上雪州大臣的宝座 小敏来了一招满天过海 话说小敏先是一边支持旺姐姐当大臣 另一边却说服了有党支持她当大臣 承诺一旦她当上大臣 每个人可以月入过万 迎娶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 画柄功夫堪称大神级 那小飞和旺姐姐看到身边的马仔都倒向了小敏 无奈之下也只能承认 小敏是新一任的雪州大臣 至于里面内部的真相 可能也只有小敏和小飞知道而已 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 本来是老安身边的头号马仔的小敏 本来支持老安当首相 但是为何到了最后关头 却要当大臣呢 可能小敏看不惯公正党党家部分的局面 用小敏的话来说应该就是啊 这凭什么大臣的位置只属于老安一个人 小敏想尝试改变现状 因此就壮着胆的争取大臣的位置 顺便恶心小飞 并告诉小飞他才是老安身边的头号马仔 虽然小敏这招横刀夺爱非常不道德 不过有一说一啊 这小敏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人 在任内把雪州带到了更高的高度 小飞发动的加饮行动 以小敏当大臣为结局 彻底失败 但小飞和小敏的私人恩怨啊 却因为这场行动 日渐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这两人彻底决裂 下集的特条啊 就带给你更精彩的神仙斗法 这次人物几位酒 每个人物都是一杯特条 我们下集见 小飞发动了加饮行动啊 一直都是正常上许多人诟病的事情 加饮行动除了劳民伤财之外啊 更是差一点引发了 另一场不必要的州选举 这位精英阶层的小飞 虽然拥有非常好使的头脑 但是他忽略了现实生活的考量 和观察大环境的能力 那加饮行动啊 虽然对老百姓的生活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对大马政坛 有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那深远的地方啊 在于每个人都可以用 震荡的理由来发动选举 过去突如其来的州选举 处处都能看到 加饮行动的身影 都只是为了个人恩怨所引起的 只有人们不再为精英阶层的 话术买单 精英阶层才不会敢乱用 国家机器来实现个人目标